各位晚上好 又忘了 那个我倒数 今天呢 有点时间 总是想想做一个复盘给大家 来看看 所以就 录一个华山论剑的复盘 最近好像还是这个节目 可能是关注度比较多一些吧 有人私信我 希望复盘一个华山论剑的游戏来看一下 那他点的是哪一盘呢 我找一下啊 他点的是 2017年10月3号这天的第一把游戏 他要求复盘这把游戏 看一下 游戏在简介上第一版游戏 OK 让他缓冲 稍微缓冲一下 我们准备开始 那复盘之前呢 跟大家啰嗦两句 最近 天气确实开始比较凉了 然后 感觉身体状况不是太好 所以 微博啊 也没更新 复盘也没做 然后呢 有一些半七八糟的事情要处理 所以就晚了一点 那么 今天呢 来给大家做一个复盘 呃 这个复盘呢 私信我的人是这么说的 他说这把游戏 对于好人牌来说 呃 有蛮多可看的地方 就是从好人视角 那就这样 我就从好人的视角 来复盘这把游戏 呃 谢谢大家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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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里我先说一句 说一句什么呢 就是说这款游戏是玉女猎手 叫孟严的版子 私信我的人跟我说了 叫孟严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他说孟严呢 是狼队当中的一张牌 这张狼队当中的这张牌呢 先于狼队睁眼 睁眼之后呢 可以要求禁掉一张牌的技能 如果这张牌有技能的话 如果禁掉的是狼队友的话呢 那么狼队将不能杀人 如果禁掉的是神牌呢 那么神牌的技能作废 比方说预言家不能严人 女巫不能开毒 枪牌不能带人 诸如此类吧 是这么一个逻辑 这样的身份的玩法呢 有一点点像 以前我复盘过的一个板子 叫花蝴蝶的板子 但是那个板子 可能确实不太均衡 所以后来也就没有人提这个板子了 那么这张梦魇牌呢 是属于狼队的 是属于狼队的一张牌 在打法上呢 理应会有一些变化 这个如果说等会出现这样的情节呢 我会跟大家来讲 就是说我的理解 因为这个板子我也没打过 谈不上 他谈不上 就是说 怎么怎么样 那我只能是说 就着我看游戏的过程当中的一个感觉 跟大家来聊一聊 所以跟如果没有看过这把游戏的朋友呢 先说一声 这把游戏 神方阵营呢 是玉女猎手 这个不用解释 狼方阵营呢 是有一张狼牌为梦眼牌 是一张梦眼牌 他可以晚上禁掉一个人的技能 先鱼狼队睁眼 先鱼狼队睁眼 好吧 那么看景商发言 我上来就是看块有个狼人自曝的 我就想来被砍一刀 我是个平民 我想现在应该神牌都在底下吧 所以锦商开两个狼应该是很正常 我也不知道谁是那两狼 没仔细看 反正就是我来砍一刀了 万一如果只有两个人 或者三个人上镜 万一狼人自曝就要砍锦商的人了 砍死就砍死了 反正是个平民 所以我的目的就是这个 我没有其他目的 随便你们跳什么吧 好吧 够了 8号玩家发言完毕 9号玩家请 我是点评一下 这个玩家在我上一把复盘 好像就出现过 如果没记错的话 这个玩家 我的总体感觉呢 就是说他的狼人杀 一定是会的 一定是会的 但是呢 可能他的打法呢 比较中规中矩一点 想象力不是很丰富 比方说刚刚这轮上来呢 其实也是有作用的 不能说他没作用 不能说他没作用 现在这位第一个发言 至少呢 他能够相对来说 做高自己的面 这个还是可以的 好吧 也被他苛求 复盘当中也有人说过 可能我针对某一些人的做法 可能太苛求 有这个问题 有这个问题 那所以我就简单一点 发言 各位晚上好 又忘了 那个 我倒说 今天呢 我有点时间 总是想想 做一个复盘 给大家来看看 所以就 录一个 华山愣见的复盘 最近好像 还是这个节目 可能是关注度 比较多一些吧 有人 私信我 希望复盘一个 华山愣见的游戏 来看一下 那他点的是哪一盘呢 我找一下啊 他点的是 2017年10月3号 这天的第一把游戏 他要求复盘这把 这把游戏 看一下 游戏在简介上 第一把游戏 OK 好 那让他缓冲 稍微缓冲一下 我们准备开始 那复盘之前呢 跟大家啰嗦两句 最近天气确实开始比较凉了 然后 感觉身体状况不是太好 所以 微博啊 已经更新 复盘也没做 然后呢 有一些 乱七八糟的事情要处理 所以就晚了一点 那么 今天呢 来给大家做一个复盘 这个复盘呢 私信我的人是这么说的 他说这把游戏对于好人牌来说 有蛮多可看的地方 就是从好人视角 那就这样 我就从好人的视角来复盘这把游戏 因为我之前不知道任何一张牌的身份 所以呢 也就 我没法用视角了 那我就纯用这个 盲人视角 也就是 纯平视角来复盘这把游戏 好 这把游戏的配置应该还是可以的 配置应该可以 我们来一起来看 这个行为呢 就 至少 这张牌是做好了思想准备 等会来飙水 或者说 等会来聊自己的心路历程 的一张牌 所以呢 应该这么来定义这张牌 分两层 当然说 你实在说这样的牌 每次都这样玩 或者说 它总是这样一副表现 也可以 但是 那我们不能每个人发完言之后 我们都说 这是它应该的一个表现 那就没得聊了 对吗 对 没得聊了 所以呢 至少 有一个一层和二层的关系 你至少把二层的意思呢 还是聊出了 那个什么 你知道吗 因为说出一些词要被扣分 你就不说了 我认为这个九号玩家不好 好吗 就 我们打一打 人性 九号玩家 刚刚都选板子了 对吗 作为一派之长 你在这里 你的第一反应 一定是去找狼 你还能做出这样的动作吗 所以我觉得九号玩家 不是个好人 同时我认为七号玩家 也不是个好人 好吗 就是 怎么说呢 我是先认为七号玩家 不好的 这个是 挂箱问题 九号玩家是行为问题 不一样 不一样 我觉得一号玩家和二号玩家都挺好的 我觉得 他这个聊法呢 就 不太对 为什么说这个聊法不太对呢 不管他身陷 且不管他身份好坏 这个聊法不太对 为什么呢 因为九号玩家跟七号玩家有一波互动 尽管这波互动呢 确实不太好 但是你既然定义 九七两张牌都不好 那么这波互动就做做的过于了 太过于做做了 这个点你还是要聊出来的 所以呢 当然你也挥洒一下你的任性 你就说九号七号同时不好 同时七号九号刚刚做做完 做完那连串的动作之后 你不点评它也是不对的 这个也可以理解 但是关系呢 多少是没有理清的 这么聊 肯定是不太对的 比方说你明明像说 你说我觉得七号不好 那么九号这样去弄 这样去炸它一波呢 我觉得九号可能是跨身份的一张牌 所以它不怕被人聊 所以它要去炸一下七号 那么我认九号可能身份还不错 因为基于我认七号的身份 本身不好的前提下 对吧 而且它们不为统一阵营牌 这样聊呢 听起来至少是舒服一些的 那我们再听到后面的发言 这个预言家要出在一号玩家 二号玩家里面 五六跳舞不信 好吗 我一二里面跳的我信 垂你这个九 九号玩家你长得 虽然没有十一号玩家那么丑 对吧 但是我觉得你在身份上 比十一号玩家低 好吗 本轮我就盯着这个九 我认为一二挺好的 好吗 我认为七九不好 过 十二号玩家发言完毕 一号玩家请发言 我听在眼前 抿了三五七 像三个狼 然后景上 我觉得八号玩家 发言状态像一个好人 九号玩家呢 因为我对你的 好人的定义啊 是找狼的 你拿狼人的时候呢 喜欢表演 喜欢在那边演 所以我看了你很多 很多期的那个狼人杀的节目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状态 像一个狼 鉴于这个道理 我觉得前周的十二号玩家 就有点像一个好人 实际上他没给错我的身份 对吧 我没有听过后面 二五六三个人的发言 我也不知道你们 谁会起跳 反正我不是愿员家 我觉得像三五七 像三个狼 过了 这是一张什么牌呢 一号玩家 这是一张很新大的牌 为什么这么说话 谁是张很新大的牌 如果我在场呢 我会定他的身份 比十二号稍微好一点 十二号呢 是聊的比较不对 而一号呢 是心比较大 他心大有两点 第一点呢 十二号这种行为呢 他不觉得 他不觉得差 他不觉得差 第二呢 他直接点三张牌 一张三号 一张五号 一张七号 直接点这三张牌呢 像是狼牌 这个做法本身呢 也比较奔放 当然如果说 这个玩家本身 他的玩法 可是那种 很奔放的玩法的话 他是张狼牌 他这么干呢 那确实是有一高 人胆大的一个意思在 如果他不是一张狼牌 他这么干呢 就直接得罪三张牌 是吧 直接又得罪三张牌 而且这三张牌呢 看三号还在他后职位 五号在他后职位 七号也在他后职位 这些牌都是没有发言的牌 或者说 这轮没有警察发言的牌 那么这个做法本身呢 就心比较大 对十二号呢 也缺乏真正的认识 就是说 这个意思是这样的 我是一张好人牌 那么我会把我看到的 固定下来 如果你跟我看到的差不多 那么我肯定认识 你好人牌的心态就为多一点 但是如果说我在场 我刚刚聊了我的想法 我认为十二号的聊得不好 九号呢 痴心心了 十二号聊得有错误 那但是他却轻轻的放过十二号 并且这十二号是一张好人牌 并且又同时点三张是狼人牌 这样做呢 心显得比较大 显得比较大 是不是个狼 不一定 但是呢 我认为他总归比十二号的身份呢 要高那么一点点 这就是一个所谓的好人心态的一个疗法 一号玩家发言完毕 二号玩家请发言 三金水 我不知道你一米的三五七 总归三十米错了 这个游戏其实我拿到预言家 还有点担心 因为上一把 上就上一轮啊 我才汗跳完 我怕大家不信我 但是我又回想了一下 没关系 今天六大掌门都在 我是个预言家 那六大掌门总归有两个在好人 对吗 至少 刚刚这个话呢 有一点点不好 他的前置为一张一号牌 敏三五七 三张牌是狼牌 三号呢 是他验的精髓 他跳预言家嘛 三号是他验的精髓 那么五七号 那你做何感想呢 比方说一号这张牌 你稍微定义一下 五七号是个什么身份呢 当然这个中间呢 也有两种解释 一种解释就是说 那我并不care一号的配置 我并不认为你能帮我找着狼 我是一个预言家 反正你至少已经名错一张了 是吧 那么我也不太介意 我也现在不着急定义你一号的一个身份 所以这个地方跳快了一点呢 还是不对的 是吧 还是不对的 因为人很喜欢做牌处法 那比方说 景下只有两张牌 有一张牌为铁好人牌 那我对另外一张牌的敌意 是不是就会陡增 那我是一张好人牌 如果我是一张好人牌 我已知景下只有两张牌 两张牌中间有一张已经是好人牌 那另外一张牌是不是就陡增 那前这位有一个一号 心很大的点 三五七三张牌 是狼人牌 那么我是不是就对五七号会有一些想法 对吗 所以呢 这个地方还是跳了 还是跳了 应该是多聊聊就会好 但是呢 他这个反应给到很好 给到一个什么反应呢 就是说 反正三号这张牌 你肯定是错了 这个反应呢 就给到很好 因为它是一种 很本能的一种反应 因为我验了三号 是一张好人牌 所以你至少这张牌 你肯定是错了 这个反应倒是好的 但是没往下走呢 有一点点小遗憾 是这个意思 对吧 那没关系 肯定能认下我的身份 那就还好 我就去挑了这张三艳 因为没办法 北影掌门 我能力确实有限 我是定不出他身份的 只能去验掉 对吗 只能去验掉 是张好人牌 上次我还以为我骗到你了 你知道吗 结果你是个狼混 你就很尴尬 好吗 这轮我验了 你是个精髓 但我又听说验你风险很大 因为你精髓很喜欢反水 我希望你这一轮 反正你听我发言 你解释 好吧 然后再说警惠 新路历程聊的是蛮饱满的 就是说历为什么验你 包括验完你之后 你是精髓之后 你会怎么打这些想法 聊的是蛮饱满的一张牌 因为井下一共只有五张牌 对吗 一张是已知我的三号精髓牌 剩下四七十十一 这四张牌里一定开狼人牌 对吗 一定开狼人牌 那井上 先说一下 井上前之位的格局是什么样的 八号牌起来是一个 没有准备 没有做事的一张 那么暂时可以放一放 九号牌和 你看 我刚刚不是说了一个这样的道理吗 就是说 前之位的一号牌 定义了三五七三张牌 是狼牌 而三号我已经验掉 那么五七号是不是得聊一下 而这个时候 他却又践行了这个逻辑 但是当然 他不是根据一号点的牌 而是根据井下有几张牌 井下的牌 以一张三号牌 他已经验掉 那么他说 那么剩下的牌当中 大概就是得开狼的 这也是一个排除法 就是说如果吹毛求疵的话 就是你排除法 为什么能用在 用在这个说话 而不用在前面 当然这确实有点点 勉为其难的一个说法 不过呢 这确实是一个 预言家的一个心态 同时也是一个 好人的心态的一个 验人的验法 和他的排位子的一个排法 OK 这怕他也聊得蛮好 12号牌呢 在这里建立起了一个 疑似的对立面 对吗 9号牌起来 好像是被靳言长老靳言了 在 怎么全场咳嗽 9号牌像是被靳言长老靳言了 是的 跟 依次的几张牌 首先是我的金水3号牌 然后11号牌都有互动 然后12起来打了9 所以我觉得129里面 要开一张狼 所以我井上可能去验掉 这张9 因为井后的112 都去攻击了这张9 好吗 我就去先验掉这张9号牌 那1号牌起来 怎么说 实际上说12吧 就我觉得8还可以 因为他井上没干事 对吗 是张狼他也没干事 12也还好 为什么 12说了 12都是好人 说12可能出预言家 如果他是一张狼人牌 命出来 我是一张预言家 在那个位置 我觉得他一定有所动作 对吧 所以基于这一点 那他打了这张9号牌 可能9就不太好 井上验掉9 井下的话 4张牌里要开狼 我先看你们的票行 然后另一张去验7吧 因为尹廖老师 总归不验了 那个5在井上是吧 那7我觉得 因为什么验7 因为我觉得你被点的时候 不好 真的表情确实不好 验7 然后1011两张牌 我暂时看你们投票吧 因为井上井下总归 我觉得还是先验一张井上 一张井下比较好 好吗 然后因为这板子有守卫 我还是能验到2到3天的 所以两张井会留都是真的 对吧 就先验9再验7 昨天验到3是张好人牌 5 6总归有人要给我焊跳了 好吗 我就听听那张焊跳的 和另一张牌的发言 我在定你们的身份 好吧 别的暂时没那么多了 井上我觉得12篇好 8篇好 那可能9就不太好 1暂时不定义 因为你其他的发言 我觉得都还行 但是你把我的精髓 打成一张 你说你严杀了他 那我觉得这点不太好 对吧 是个预言家一样的3精神 过 3 那么还是刚刚说的那个问题 就是说他的发言 如果实在要找 以我的判断来找的话 那我就找两个地方 第一个呢 就是事实上你对1这张牌 把你的精髓打成狼坑 其实是应该有警觉的一张牌 对吗 应该有警觉的这张牌 但是其实你没有往下去分析 包括先定义1号身份到底是什么 那么如果他是个好人 那么5 7号是不是有可能得开狼 是吧 信别人的配置 如果说他是个狼人 那么3 5 7 3张牌 又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局 5号跟7号如何定义 从1号作为一个出发点来说 对于这张预言家牌是可靠的 因为我已经验了3号是一个金水 而这个时候又有一个人好死不死的 说我的金水是张狼牌的时候 对于我来说 我是应该赢取警觉并且信息量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他环顾5 6号的问题呢 来得太晚 来得太晚 我刚刚听过的听的过程当中呢 我就觉得他环顾5 6号这个问题 就是对于5 6号谁跟他撼跳这个问题 他不care 他不care 或者说 当然你可以极端的说 他认定5 6号中间必有一张牌跟他撼跳 所以他才会留到最后说 反过来如果是我是一个预言家的话 其实我会 这确实带一些个人的玩法的问题 我首先会来定义 首先会关注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1号玩家这张牌到底是什么 他定义的三武器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局 第二个呢 我就看5 6号里面谁跟我跳 但是他刚刚的翻译当中聊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点呢 在哪里呢 在于他把整个牌面已经全部给大家梳理完了 1号 1号 4号 5号 6号 7号 8号 9号 10号 11号 12号 全部都梳理完了 并且梳理的过程当中 他还有反复跟纠结产生 这显然像一张预言家牌的一种作为 一种作为 我们先不听逻辑和不听这个说法本身 他的发言是很不错的 其实如果说听到这里的话呢 其实大概率得认他市场预言家牌了 得认他市场预言家牌 那就看后织位的发言的情况怎么样了 至少我们按照平常的规律来说 包括我对牛肉干的了解来说 在这个时候呢 定他6%到70%的预言家牌的 是不为过的 是不为过的 2号玩家发言完毕 5号玩家请发言 能选两个预言家吗 我觉得二聊得很好啊 我真的觉得二聊得挺好的 稍微有一点扣分呢 就是你起声说9是没工作的 8你也说没工作的 但是你要去验这个9 你却把8放下了 所以这点让我给你扣了一分 其他的我觉得都还可以啊 验9其实小个蛋 每个预言家每个预言家的玩法 我不会把我自己的想法强加于别人的想法当中 这个王宝宝现在转性了吗 不算紧了 不算紧了就紧上踩死你啊 算了算 这家伙今天可能第一句是个好人牌 不踩你 毕竟我们东沟派没有这个资本乱踩人 12号前自卫两张牌告诉我是好人 那我就把12放了 那我心中的狼坑 不行不行 大家注意看 不管6是预言家还是狼 这个表情是要起跳的表情 为什么这么说话呢 因为5后 在这里只有5 6号两个人发言了 前自卫只是一张2起跳 5现在已经没有跳的话 那么6如果他也不打成跳 且是一张好人牌的话 他应该现在是一个很坦然的一个状态 但是大家看到他举促不安的这个表情 知道他是要起跳的 我这样聊得太好了 之后我拿着老人根本就聊不出这种好的心路历程 我撑不住了 6号你应该快想好了 我再帮你撑10秒钟 我跟9号玩家强势对话一下 我打你的最大大的逻辑点 就是7号玩家的凶是真的 我可以证明 好吗 所以你在说谎 什么7号玩家凶是假的 我证明一定是真的 过了 5号玩家发言完毕 6号玩家请发言 5号玩家这个发言 我们总结一下干嘛 只干了一件事情 就是帮2号打了一波煽动 打了一波煽动 因为他认2号玩家的发言挺好的 其他的动作呢 他倒是没有 那么这张牌是个什么呢 不着急定义 不着急定义 真的作作 你觉得2号发言很好 那就要铁站边暗示这个道理吗 景辉了第一张打7 第二张打10 3号玩家是我的精髓 跟2号玩家没有半毛钱关系 只要我活着一天 我就不承认这个3号玩家是个双精髓 因为2号玩家是个狼人 他只想骗这个3 我验这个三星路历程很简单 就是想搞一下它 冲着底牌 不同区验的 但验出来是个精髓 我也很遗憾 可能今天运气比较好 第一把拿了个枪 我抄了 我以为又是个枪 结果是个冤家 我不想去点评 前这位2号的发言 因为他是个狼 我在这位置 他说2发言偏好 他在那位置 他说12是1 告诉你的好人 我觉得在我眼里 我觉得1 2有可能是两个狼 狼告诉我12是个好人 我也不知道这12确定是个什么东西 因为前这位8 9 12 三张牌都是井上不工作的 尬聊 只有12在那位置 他说5 6都 不要起跳冤家 起跳冤家 他就不信 井会留第一张 为什么打7 因为这个3说 在7点的 他点你 1号玩家点你身份的时候 他觉得你7不好 他觉得你7像个狼 然后井会就留你这个7 我不知道他是 打你一张好人 还打自己狼同伴 第二张就留这个新月的10 一门一排留一个 就是11跟7里面留一张 因为4是我的精髓 那3是我的精髓 井下里面一定出了狼 这个4 这票打在二头上 就不用来跟我表水了 就直接当狼处理 好吗 井会留第一个留7 第二个留10 我觉得多得也没 多得也没什么好处了 哪个冤家比较运气好 因为3的票 一定打在我6头上 9 希望9底牌是个好人 其实我这把比较 真心的希望1号玩家是个狼 好吗 1号玩家是个好人 可能赢了 收益也不是很大 井会留个7 留个18 8 9 10 还挺下 看你们站边再做点评 因为井上你们实在太过尬聊了 什么事情都没干 爱在那位就起跳 前这位狼他也只能尬聊 你让我8 9 12里面 去挑一张 说哪个一定是狼 我也真的 跳不出来 没这个水平 好吧 把70景会留 留一留 看一下70的投票反应 4跟11自己站边 票打在二头上 不用来跟我标水了 直接出局 好吗 3号玩家是我的精神 过了 所有玩家发言完毕 退水玩家请吧 好的 他这个发言呢 一呢 他帮自己拉了不少的仇恨 二呢 他的发言的逻辑跟思路呢 确实不如2号玩家的发言清晰 在大多数局里面 我客观讲 在大多数局里面 他是吃不到井会的一张牌 他是吃不到井会的一张牌 但是呢 如果我在场投票呢 我会投给这个6号 我会投给这个6号 因为 这可能真的是一种感觉呢 就是论发言呢 他确实不如2号好 然后呢 聊的也 不算太差 但是呢 聊的肯定不如2号好 然后70的井会留呢 也还行 也还只能说过 只能说过的去 他打动我的一点 就是他对医的定义 因为我认为医疗的不好 我认为医疗的不好 医疗的仅是比12号 聊的稍微好 那么一点点 所以 我认为这张牌 心比较大 所以 在这个时候 他打1 2是双狼的这个点呢 跟我是有一点像的 跟我是有一点像的 我认为他有好人面 因为他打1 2双狼 这个是个事情 不是一张狼汉跳 我认为不是一张狼汉跳 能够做得出来的 但是我也得承认 我也得承认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 他吃不到井会 他吃不到井会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投票的情况 号码登上的老干爹 落在哪下 融在井上的玩家 有2号和6号 两位玩家 退出玩家不能投票 其余玩家请准备投票 3 2 1 请举 全票当选 丁安夜 紧张其选择 金座锦 发言 1或3 1号玩家 请发言 其实我听了2的发言以后 正如龙哥所说的一样 我觉得他发言 挺好的 就如果你是个狼 你也把我骗到了 真的发言蛮好的 对很多位置的点评也很客观 所以6的发言 可能就不如这个2 其实你定义 我是一个狼 对吗 我好人 但是投票的时候 所有人都投给了2 让我心里面有一丝丝的恐惧 我高自卫第一个发言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反正表情是不好呀 那我是言杀你 我也不知道你底牌是个什么 既然是个双精髓 就一定是个好人 其实像这种局里面 有一个语言家 先给一个人发了个精髓 后面有个人跳起来 再给他一个精髓 我偏向于第一个语言家 所以我觉得那个6 有点像去骗这个3 我觉得2比较像个语言家 但是我会听听后面的发言 在投票的 三号玩家 你在莫自卫归吧 好吧 你听完所有人发言 我相信你的判断一定是对的 因为你这帮 你一定是个好人 我呢 一定也是个好人 所以我一定会跟着你手投票 你说投谁就投谁 投错了吗 我们就一块倒霉 好吗 就这么简单 你表情是一点僵 所以点了你 呃 7号玩家好好聊一下吧 好吧 我觉得 至于三点错了 那四就有可能是 四号玩家表情也很僵硬 还是得点四个 要不然显不出我的配置 对吧 那点四个 四六七 四六七再点三个吧 好吧 过了 一号 这张牌依然心很大 呃 依然心很大呢 连续两个心这么大呢 其实我打他这个狼呢 就可能缺乏一点道理了 呃 依然心很大 还点四六七 这种牌 也许 我我没见过他玩 也许他确实玩得这么好吧 嗯 但是确实显得心很大的一张牌 对于 桌上的很多牌没有观感 我刚刚认为这张牌 像一二双狼的一个格局 我当时是 我确实听发言的过程当闪过这个念头 这也是六号说服我 他是一个预言家的可能性 当然我不敢完全保证啊 我不敢完全保证 嗯 不过我在场我一定会投给六 我一定会投给六 如果我有投 我有投票权的话 那么依这样一个疗法呢 使得他 依然 如果六十一个真预言家的话 依这个疗法使得他没有爬出了 没有爬出 没有爬出狼坑 他没有爬出六的狼坑 因为他这个疗法心大 然后视野比较窄 这样一个状况 嗯 我依然认为他有可能是一个狼 但是 这个狼心有这么大吗 是这么个状况 好吧 那我们来听其他的几位的发言 二号玩家发言完毕 十二号玩家请发言 就是我紧上是看状态 我觉得一二号玩家的状态都挺好的 我说呢 可能预言家就在一二里面 而锦下这个票行挺奇怪的 因为我在找六号玩家的狼同伴 所以我觉得找二号玩家的狼同伴要简单一点 找六号玩家的狼同伴要难一点 但是你打我的那一点 我认为很奇怪 就你说我在锦上是一张没有工作的牌 我工作了呀 我在锦上吹了这个七和九 对吗 所以你要 所以我在想如果能做成二号玩家狼同伴 可能就是我吹过的这两张牌 一个七一个九 然后锦下的这个十一或者四 但是他们的票全部是投在二头上的 那么你六号玩家如果是个狼 能做成你六号玩家狼同伴的也得有这张七 好吧 我觉得七是个公共狼 所以本来我能得出一个结论 那么你去厌七的 会不会是在保他 对吗 就是爱与 因为我打过很多那种我出来跳 让三个狼队友全部去倒过的板子 我也不能完全拿票情来说话 不过这个票情是挺奇怪的 因为包括这张双金水在内 这个四号玩家在内的 基本上我是没有找到一张战变这个六号玩家的牌的 至少锦上没有锦下也没有 好吗 因为我是一张好人牌 我想重点本轮去听一下 四七九三个玩家的发言 好吗 因为三号是个双金水 总归你可以归 但是四号玩家为什么会把票投给二 我想听一下 然后七号玩家是我心目中的公共狼 好吗 你可以好好考虑一下你本轮是要怎么办 好吗 因为你的票也是上给这个二的 你要么就是继续去垫这个二 好吗 有可能可以把我打到另外一边的 好吗 就没关系 我站七号玩家的对立面 好吗 然后十一号玩家也是投的二 是吗 我想听听九号玩家景下的站边 好吗 过了 十二号玩家发言完毕 十一 他这轮的发言比上轮的发言要好一点 要好一点 但是呢 还是逻辑上有矛盾的地方 如果说接着让我判断一跟十二呢 我可能会倾向一位狼多一点 十二位狼少一点的这种 这样一种格局 因为刚刚一号的那轮发言确实心太大了 心太大了 十二号的这个发言呢 还是有矛盾点 但是比上轮会要稍微好那么一点点 好那么一点点 但是呢 他整体上他的说话的逻辑线是不连贯的 而且逻辑是不成团的 不成团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张牌呢 如果我在场呢 我会选择稍微放一放 那么现在这张七这张牌开始浮出水面 七这张牌已经被很多牌点过了 说可能是一张狼牌 包括背六号也点过 背六号也点过 背十二号一直在点这张牌 包括其他的牌也是在聊这张牌 这张牌开始浮出水面 那么十二号跟七号呢 应该是一个不共变的关系 要不然十二号没有必要两轮围着七号打 围着七号打 然后这轮他依然放不下九号 所以他的逻辑点就出现了一些矛盾的地方 我其实听十二号的发言听得不太仔细 听一遍的话听得不太仔细 为什么 因为我有点听不进去 我有点听不进去 那如果我在场 我现在依然站边六号打的话 那二号是个狼的话 那一号还是会在狼坑 那一号还是会在狼坑 那么我相信投给他票的锦下的牌 至少还得有一张狼牌 那我的关注点呢 可能跟六号会稍有不同吧 只能这么说 一号玩家请发言 不甜了吗 不甜的挺好 我啊 你看过录像了对吗 五号玩家 不来打我 不来打我是对的 因为我是一个好人 然后呢 我先至为只听过 因为二号玩家是大票型当选 因为我们投票的时候呢 是绝对公正公平的 因为我认为呢 巨木炎 我就跟你这么对话吧 我不知道你是个什么身份啊 我在这边 因为从听你和二的发言呢 我我个人认为啊 你还是就是从光比发言上还是二好一点 但是呢 这个投票投出来呢 我心里有点慌 我心里有点慌 但是呢 因为五号玩家 我真 其实我紧张听 这个 我紧张听过来 我觉得九一定是个狼 他在那边 BB那么多 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有身份你就说 没有身份你就找狼 他在那边说 那个言外之意 就是因为你啊 就是拿狼啊 就是总 天天就这么心态 关键是九发完言之后 这个十二啊 就立马去捶了这个九 捶完了以后 你警察你还要听他发言啊 你说如果二十个预言家 那那同样的话 我跟二号玩家说 本轮呢 你的重中之重 就是找盗勾郎 好不好 你找不到盗勾郎 我到最后就投你 就一定投你 不是你可以说 说错都没关系 但是你不会说 让这边我就出六 那是不可能的 对吗 我也和六号玩家说 你啊 你不能跟我说什么 你因为你 警商对三的敌意 实在太大 对吧 他不管是不是 其实因为你只定义了 警商你只定义了啊 别人你一个都没有定义 你就说二十个 我汉条二十个了 这个票是很难投给你的 对不对 然后 因为我现在说句 说句实话 不知道就说不知道 那么我听了警商的发言 我是认为二的 预言家的面大过于你 但是这个票行出来呢 我自己觉得有可能是站错队了 我也不敢在前之位强势号 因为号完了以后 我自己是个好人 我的确没什么太大身份 而且更何况啊 我还在他妈井下 对不对 所以呢 我在这边还是保持一个中立的态度 我听前之位的发言 我认为十二不太好 当然了 因为十二是经常以打狼队友著称的 所以我听了九一定是个狼 一定是个狼 对吧 因为他在井上 我很难定义的是五的身份 我认为饮料 其实挺好的 因为你给他那么大的压力 他还敢去投给二 对吧 我这个人呢 比较偏理性一点 人家投的票和我一样 也没发言 这个挂箱这种东西实在太能演了 好不好 我也不打死你们 对吧 但是 这个大票型出来 如果你是个真 如果你是个真意愿家的话 你自己想一想 你井下应该去怎么发言 好吧 我希望能够好人赢一把 已经四连败了 好不好 那刘二龙你在井上没有打我 那我也我也不打你 因为我是个好人 没关系 到时候到你 我也不知道你是什么身份 对吧 你现在听完六的第二轮发言 你再点评一下 这时候我能定你的身份 对吧 我打不到那么多的人 因为盗勾狼真的是有点难找 如果二是个真的预言家的话 对吧 我现在目前为止 因为我在这个位置 我打一下十二打一下九 我觉得那个九跟十二不太好 一啊 那你就再演一会儿吧 我觉得一打十二 我觉得后面只出一个了 我觉得也不太现实 好吧 过了 平民 十号玩家 十一号玩家作为一张 他最后表水 他这张平民牌的所有发言来说 真的是发的很好 发的很好 甚至我认为超过二号 这张预言家牌的发言 这张跳预言家牌的发言 除了有一点就是 他认为十二号有这种习惯 就是狼采狼 而十二号踩九后呢 踩的好像没有太多道理 所以他认为十二九应该有可能是双狼 这样一个格局 除了他对于九的定义 我不认可的话 那么我会认可他对十二的定义 因为十二号这张牌在我这里本来就两轮都聊得不太好 跟一号一样 跟一号一样 那么如果我在场呢 我会把十一号这张牌放一放 我会把目光锁定在十二号这张牌身上 请发言 首先我想跟三号玩家说 你不要太紧张 因为我看你的表情一直紧绷在那里 因为我是一个好人 你是一个好人 我听王宝宝的发言 虽然他没有盘逻辑 但是从他心态上表达了自己连输了四把以后想赢的那个心态 因为他确实他说自己不知道 我觉得他这个心态上我听上去像个好人 那么锦下有五张票投给这个二 我是个好人 我听他像个好人 你是一个名好人 我们三张票一定是干净的 四跟七干不干净我不知道 因为七被场上很多人很多人打了 从这边开始 九号这个打算算打七我不知道 这个叫行为身体上的打 十二号打七挂项不好 二号玩家说七挂项不好 六号玩家说七不好 就七被场上不管是预言家呢 还是就是发过言的人都给打了 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今天可以采取 如果三号玩家在那个位置 他也没有分清二跟六 可以在外之位去归一个 我觉得我是会跟你票的 我为什么投给这个二 因为六号玩家井上 六号玩家井上说了一句 四号玩家是他的精水 这句话严重的是口误 因为不是 这个话严重影响了我对他的评定 因为首先他说 二号玩家是在骗三号玩家的 说三号玩家你是我的精水 在我活着的场上我不可能承认说 三号玩家你是双精水这句话 那么这句话一定在他心里 深深的烙印 因为骗了你三到白天 二给你发完精水之后 他再给你发精水 你三号玩家是一张铁好人牌 这个三绝对不会记错 他在井上有口误说 四号玩家是他的精水 而且那个时候 四号玩家也有个表情被我捕捉到了 然后六号玩家那个时候也很尴尬 而且六号玩家所有发言 我觉得对前之位听下来 我的听下来 他对前之位定义就是模糊 他说八和九都没有干工作 然后八跟九他没有定义 不验 十二号玩家他说他没有工作 一号玩家就都不验 他验的是什么 是七跟我十 我十是井下的一张好人牌 我认为八跟九 他们没有干狼活 至少从井上八号玩家认了一张村名 他认了一张村名呢 就是说后之位只要狼不跳身份都可以去打他 九号玩家起来装了个卓别林 起来先说 先钉了一圈跟谁比个星 我也没有太看清楚 可能跟你三号玩家比了一个星 后来又直指这个直指那个 我找不到他们说一定是狼的理由 但我不懂他们在干什么 我在井下呢是因为 我想投投票 我是个好人 然后我认为二号玩家的发言是剩余六号玩家 而且六号玩家有严重的一个说 四号玩家是他的精水 我认为这不符合他一开始 但是我觉得六号玩家聊了一句话 是我觉得最满意的 他上把拿了个枪 这把说拿了个预言加 他以为又是个枪 这句话我是觉得给他加分的 我暂时会占编这个二 因为我听十一号井下发言也是像好人 那除非我们三十十一都站错边 我觉得这个概率不大 不过了 十号玩家 至少 十号玩家这种表水至少是成功的 至少是成功的 他应该是个好人 应该是个好人 因为他本身不是教练派 他没有必要聊这么一大堆 同时他的纠结心态聊的 甚至比十一号聊的更好 甚至更好 所以 三号十号应该是个好人 这个时候就万众主主公就听九号发言了 大家发言完毕 九号玩家请发言 我怎么那么喜欢扣字眼呢 十号玩家 老权像个好人 大人他妈这扣字眼扣的 就说了一句四十个精髓 就就不是个冤家了 那你的掌门是个狼 你听出来了吗 还是你故意不想聊啊 这十号玩家你不是个狼啊 你跟我说我是一张 听发言听出来的狼人牌 七号玩家是一张 所谓的挂像狼人牌 所有一群打完走 紧箱一群投完票 五票打给这个二号玩家 你紧箱告诉我 七号玩家是个公共狼 什么发言了 这就是你 你的本事吗 你是个狼啊 你跑不了 好吗 你觉得 三十十一站左边的情况很小是吗 我底派是个猎人 你觉得我站左边的情况小吗 不是五票打给这个二你都不怀疑怀疑自己站左边了打 十一号玩家我是听不懂你的发言 你说九号玩家一定是个狼啊一定是个狼 你连冤家都没找到你跟我说一定是个狼 那我底派是个猎人 你投错票你感觉不对劲 你就说感觉不对劲 因为我觉得你十二玩家第一句 跟三号玩家说第一句话 你像个好人 三号玩家你别紧张啊 慢慢来别紧张 对吗 因为饮料投错票了 所以我饮料放不下 我用你十二玩家一定是个狼 二号玩家你喊挑 你流这个表情是假的 七已经被打成打到土里去了 这个七 你你你十二玩家言外之意就是七已经被打成公共了 不行就三号规则票把七号规则就得了 是不是这个逻辑 你掌门 记仇掌门 你这个七被打成公共了 你对七有应该比别人应该多了解一些吧 你起码跟我们介绍介绍七号玩家吧 真他妈可怜 一个莫自卫出来喊挑的人一票之类 这就是反击式的打法 就是说我故意发一个很招嫌疑的演员之后 你们来打我 打完我之后我反击 我是一张枪牌 当然这个有风险啊 有风险因为你演的过了之后 好人牌来打你 狼人牌也来打你 你是宅不开宅不开的 但是现在这张牌已经被12号 被12号 11号打成一张狼牌 而这个时候他反击为一张枪牌 确实对于游戏来说是有一种颠覆性的效果 当然你也可以说 那他民主前一阵有一张枪牌 他是一张狼牌 为了求自救 他就是要跳枪来带队这个游戏 那你就看到了行动历程 和他的对游戏的观感 是不是跟你一致 不知道你们所有人 还要让二号玩家四个游戏家 二号玩家 你现在就去找斗狗狼 十一号玩家 游戏家找得到了 我是个猎人 我战变六 好吗 不服来处 带你们打 什么发言 一个游戏家 我听这个人的发言 好像这个人像个游戏家了 全程只有你聊过六 为什么不像游戏家 那就紧拼一句 在发言 两分钟阶段的时候 说了一句 四号玩家是我精神 立马改口三号玩家 那你觉得有可能吗 发言十秒还有三十秒 抱错有可能吗 好吗 我是个猎人 我战变六 你们谁跳猎人 来出我 我先开枪 好吗 不行 我就头二 往三号玩家 我提供给你信息是 我九号玩家底牌是一个猎人 我现在报一张六号玩家号票 五票打到了二身上 所有人都不质疑六号玩家 是个游戏家 都说有倒勾了 这个世界太黑暗了 好吗 十号玩家 九号玩家发言完毕 八号玩家请发言 出版 所有也是 未经许美 节目